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书馆事业也由此在佛山这座历史名城缓缓铺开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搬迁 直到1981年 馆旨迁到了祖庙路19号 而这里也成为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佛山读者记忆的阅读圣地 走过这条老街 感受到的是一份不属于钢筋水泥森林的淡然 时过境迁 佛图主管也经历了又一次的搬迁 但分馆依旧留在了这条写满故事与沧桑的街道上 守着故人 也盼着新人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祖庙路分馆一楼总服务台 站在我身边这位呢 是祖庙路分馆的负责人 接下来我们有请马主任 给我们介绍祖庙路分馆的大致情况 你好 马主任 你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祖庙路分馆 我叫马慧 是分馆的工作人员 虽然分馆只有六千方的面积 跟祖庙路比起来可能面积是很小的 但是我们的服务功能呢是非常齐全的 可以说是麻雀虽小 五丈俱全 下面呢由我来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祖庙路分馆 马主任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的成人阅览区是吗 对的 我们这个区域呢 大家可以看到很长长的一排书架 而且每层书架都非常高 我们这个区域呢 是可以说是我们分馆中间最大的一个书库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服务呢 我们把书架呢 层次把它加高 尽可能摆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书能够为读者服务 我们整个虽然有二楼三楼的 但是我们把它功能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区分 对的 二楼的话主要是以进为主 而三楼呢可能稍微要嘈杂一点点 我们希望呢能在这呢 给读者提供一个阅览 借书 自修 一体化的一个休闲服务 确实 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是下了很多功夫 是的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 就是七刊阅阅室 那么主要我想请问一下 我查阅资料的时候呢 发现我们原来老馆的时候 其实这个位置不是七刊阅阅室什么 是的 这个的话是我们改造以后最大变化的一间室 这间室以前叫做锦衣阁 我们在这个旧馆 在93年 曾经有一位香港的商人 石锦衣先生 他捐赠了一批 可以说是港澳图书 港澳那边的图书呢 因为我们当时呢 馆藏是比较少有的 所以呢我们就专门设置了一个港澳台的一个图书的一个专室 叫做锦衣阁 那在布局上和我们现在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毕竟以前是以图书为主 现在呢是以期刊和音像资料为主 所以呢这边的布局 以前的布局呢 还是以书架 这边的话刊物的书架和图书的书架的布局是不一样的 嗯 好的谢谢马主任 嗯 马主任我刚才上来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室是什么 是的 我们在这一层的话就会开展各种的业度推广活动 既有一些针对孩子们的一些同学会啊 玩机馆啊 萌娃剧毒之类的 我们也有针对志愿者的有一个安游的一个志愿提升服务 嗯 针对志愿者 是志愿者过来开展 还是说一个志愿服务呢 嗯 我们呢就说是有各种层面的志愿服务 开展的那是志愿者开展的各种沙龙啊 英语啊 华语沙龙啊 甚至云上半读啊 各种类似 各式各样的一些志愿服务 很感谢马主任今天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佐渺路分馆的情况 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来佐渺路分馆哦 拜拜 拜拜 我是陈嘉元 我在佛图当管员已经三十多年了 今年我就要退休了 在这儿我做新管员们都能找到自己职业的价值 致力于以读书起的智慧 用智慧滋润心灵 我叫梁燕 我1989年在佛山市图书馆工作 我今年十一月份就要退休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三十四年来 在图书馆里面的工作 我是非常之感慨 非常之感触 我自己感觉几十年来在豪书馆 在报纸在书里对自己收获很大 那就是希望以后豪书馆越办越好 我一个月来一次 我感觉越来越好 这里办得 那么十年前来到佛山 然后跟佛山市图书馆 真的是有不解之缘 那我们重新祝愿佛山市图书馆 可以越做越好 那我来图书馆又来了一年多了吧 就希望图书馆越做越好吧 我带着你的画自喜 以及平常阅读都快一年了 希望他在之后也是能够提供一个更加好的环境给到我们读者 中文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